Viggle Viggle 人家是站出来说笑话 我是一站出来就是笑话 然后讲要学歌 我唱歌全部都是背起来 一首歌都是背起来 背的时候他们要点歌 这首歌你可以学啊 OK 给我版面 可是我觉得搞笑这件事情 可能大家都搞错 女生通常会说喜欢搞笑的男生 可是其实她是喜欢搞笑又帅的男生 你iPhone了 30分钟买上几个亿了 放弃了保护自己的口袋 放弃了抵抗iPhone的选择 大家好 我是德婷 今天我们就来让大家开怀大笑一下 是的 在BIGO有很多很有才的搞笑主播 那最近BIGO也举办了一个叫 COMEDY STAR的比赛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选手们 是的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这个BIGO B出身相 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 哈啰 大家好 我是Nolens 我是一位画画主播 也是一位剪纸手工主播 这为什么会画画然后突然变搞笑主播 正在准备转型 就是因为画画转不多是吗 不过我现场也是有准备一些画给大家 哇 立马来下马威耶 这就是德婷的 哇 贴吧 这个是派派的 谢谢 这位是咖啡猫的 哇 很像耶 小黄鸭的 怎么我就像刚从非洲跑出来一样 OK 来我们的这位来 从非洲来的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从非洲来的小黄鸭 全能星主播 你可以叫我大主播 所以你是哪里大 脸大跟肚子大 我是咖啡猫唱聊主播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在比狗 Happy Ocean 家属的主播 我叫PiPi 然后我参加这次的活动 其实我是这次活动里面的主持人 然后我其实平常是一个疗愈主播 那我就是带来就是用一般的语言 带来欢笑给大家的疗愈主播 谢谢 那其实最近就是很火一个叫脱口秀的嘛 大家其实有在钻研嘛 有有 都有想要往这个发展对不对 那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自己还蛮幽默的 我觉得应该是出来社会之后 工作之后 你接触人比较多之后 你就觉得人与人之间 有太多搞笑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是在你出来社会工作之后 你就有开始发觉你自己有那个幽默的前世在那边 所以你通常都是在一群人当中的那个开心过就对了 可以这样讲 在比较相熟的朋友的话 你家大主播呢 我其实从来没发现自己的幽默 我看到他在那里讲笑 还有一种就是让人家发笑的那种幽默感 喜欢让你讲的幽默 我的粉丝讲 人家是站出来说笑话 我是一站出来就是笑话 那拍拍呢 我其实没有觉得我自己很很搞笑 就会是幽默 我知道通常都是很震惊的在讲一件事 可是旁边的人就会笑 所以我后来发现我来比较开播之后 就可以带给很多玩家欢乐 我觉得 所以这可能是天生的 所以我要讲说 我应该是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 这咖啡猫 咖啡猫感觉你不像做比较的人 你比较像是比较那种工会的老板 所以跟你平时都是做什么的我好奇 我是全职主播 就是全职比较 就是主播的内容是什么 我都是唱了比较多 然后就是这个笑话比赛是 我的admin他们都是叫我 你去啦你去啦你这样子去算很好笑 我就真的没 好咯我就尝试一下 哪里知道他得了冠军 真的吗 真的 你是冠军啊 我觉得他的幽默 除了他讲出来以外 他很会cosplay 我当幽默我其实 我就是cosplay cosplay 你cos什么 我cos了一个叫 猫姐姐的脚帖 现在万圣节我也是有做那个cosplay 就是换归脸 这样子你们觉得就是 幽默这件事情 会吸引到另一半吗 大家都单身了还是 我觉得未必耶 因为对方可能 不懂你的黑色幽默 所以你比较擅长做黑色幽默 我觉得是这样 大主播呢 大主播你单身吗 单身 可是我觉得 搞笑这件事情 可能大家都搞错 女生通常会说 喜欢搞笑的男生 可是其实 他是喜欢搞笑又帅的男生 你看纯搞笑的人 通常都是单身的 所以我觉得男生 不要被女生这句话骗了 女生不是喜欢爱搞笑的男生 可是正常搞笑的人 都是长得搞笑罢了 还蛮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说的 很sad的听起来真的 而且他很宽乐的讲说 没有所以一开始我已经澄清了 我不是搞笑主 我们绝对是颜值派 在卡眉毛呢 觉得我觉得是 搞笑可以让对方 就是比较更加关注你 就是可以看得到你 然后我们才可以更进一步 是有这个机会啦 我是觉得 加分加分 但是多久了 好 刷一下 借我手指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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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是这样啊 真的差不多是这样啊 差不多这样 哇 这样拍拍呢 我会觉得我希望找到 幽默的对象 搞笑对象 我找到一个长得又帅 又幽默的人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我们的相处啊 其实是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相声 脱口秀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互动的 所以我们生活里面很多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产生 其实想我 王竹狼 没有 我只要又高又帅的 对 这不太一样 因为大家都是在 Vigo 是主播吧 这样有没有 就是因此而 是不是吸引一大票的粉丝 或者是有没有因此而 就是更容易跟粉丝互动 这样子 其实我在Vigo 交到很多朋友 就是不只是玩家朋友 可能还有一些主播朋友 我有时候会跟咖啡猫 就是我们一群家族人 会一起联播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欢迎 就是有些玩家朋友 他可能很郁闷的心情 可是来 就来我们直播间 就是一个 欢乐的气氛 对 我们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互动 就是聊废话 对 那 我们的画家主播 画画一下会讲一个笑话 哈哈 基本上我 我得库就会画画 或者是有些订单的话 或者有些玩家 他想订一些人像画给他的主播 我都会有接单这样 然后我就会边画边开播 然后边跟他们聊天 就我的直播间 就比较奇妙的地方 是在于 很多人会跟我聊他们的前度 我觉得我的直播间 就变成一个 化疗师这样 所以他会跟你诉说很多 他情感上的东西 我的角色就是好像去安抚他 安慰他 而且不是不止一次 同一个人可能有好几次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进来 我的直播间是进行化疗这个疗程的 所以他们中了癌症就化了 对 对 这样子大家可能 平时在生活当中 应该都会被 标签为好笑的人 你是吗 一些玩家他们都喜欢 来我的直播间 就是逗留 就是他们逗留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 不同客户有什么时候 然后 然后有时候他们问他们 要点歌吗 因为我不认识字了 我没有读书 然后讲要学歌 我唱歌全部都是背起来 一首歌都是背起来 背的时候他们叫 要点歌 这首歌你可以学啊 OK 就是一首歌差不多是这样的 所以我都背了很多 蛮多首 因为我在鼻子上 哇 所以其实 就有点心酸 因为他搞笑背后 其实是很sit的故事 就是大家是嘲笑你 可是其实他不懂你 其实都OK 我都OK 所以大家开心 来到直播间就是要开心 其实我觉得大家去到直播间 还有一个蛮有趣 就是其实蛮欢乐的气氛以外 你要想你听他唱一首歌 要半年耶 哇他半年以后唱给你听 哇你整个心花怒放 他直播间 很多你们在家 可能他就有点 我又新歌了 这样子如果你们被人家说不好笑的时候 你会怎么反击 或者你会怎么就是 来反应这样子 你不信你自己来试试看啊 这样子来试试看啊 所以你就会这样子 那你呢 你对着镜头讲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永远是别人 帮你做不好笑的话 我跟你讲 不如 你上我的复播 你讲一段 我试试看好不好笑 因为我精力了 我可以跟你学识 哦 就是用这个方式 对对对 其实一般人讲 这么说呢 他就是要你进步 他就是要打击你嘛 他其实就是 激发你进步的人 所以你们真的会 请那个人来复播一下 他看他愿不愿意 他不愿意的话 我们就这样 哎呀我错过跟你学习的机会 非常高EQ的这个回答 我不会 我不会请他上复播 对你问我 你跟我讲不好笑 啊 不好笑 不好笑 为什么你说不好笑 不好笑咩 我觉得很好笑耶 你想上来叫我吗 我不要 就类似喔 因为 这是我直播间 就是因为我相信 NoLens讲 有一些玩家 他可能是想要 跟你互动 有一些学习 可是有些玩家不是 他就是要讲你不好笑 对 所以我觉得要 要有点乐在自己其中 你要相信你自己讲的东西 对 可是讲不好笑不可怕耶 我比较怕那种 进来已经把你当搞笑主播 心情不好 进来 他就一进来直接一句话 他就跟我说 一句话逗笑我 这样你会怎样呢 那时候我是 一句话逗笑他 我就说 我昨天看到你刷那个女主播十千 他就马上写 哈哈哈哈 你的笑话真好笑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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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主播在我直播间 他去刷别的主播 就是刚才光说 幽默感 有时候就是要看大家的表演 神情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进入 讲段子的环节 先从咖啡面包开始 这个故事是有一只螳螂 和一只蚊子 他们就两个选择 就去 就去偷窥 对你女生十招 嗯 儿子就跟螳螂说 哇你看 他两个胸铺之前给我钉过 腫得这么大 然后螳螂就说 有什么了不起 我的螳螂 螳螂他一匹一刀 在他的大腿内侧两边 匹了一刀 他现在每个月都流血 来我们接下来下一位参赛者 其实我也讲的真的不是小话 这是我的生活体验 因为我是一个台湾人 所以其实我刚来大马的时候 我遇过很多很多让我 完全就是一头雾水的事情 有一次呢 我就跟我的朋友去吃饭 在JB的时候 我们去了一家很有名的店 我们点那个菜单的时候 我终于看到一个 因为很多东西是辣的 所以那家店我就觉得很棒 我们就各自点了东西 我那一次很心满意足 因为我觉得我来大马 好久都没吃过我在台湾喜欢的东西 那我就点了 后来他送上来之后呢 我就看着我的菜 我有点傻眼 后来但我忍不住 我就问了我朋友说 我的这个面怎么没有鸡肝 我点的是鸡肝面 然后我朋友也是很好 我朋友就去跟老板说 老板你来帮我看一下 我朋友点这个 为什么他的菜好像点错了 然后他就拿那个Menu来看 来对 后来他就看了那个Menu 然后老板就跟我们说 没有错啊 他点的就是这个啊 他去看那个菜单 后来我朋友就看 问我说 你点的是哪一个 我就指给他看 后来我说 我点的是这一个啊 咖喱 鸡肝撈面 我朋友终于受不了 他们已经笑翻了 告诉我 这个叫做咖喱鸡肝 就是我刚来大马 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对我其实我到现在 已经快一年了 我还是不太行 感觉派派的主播间真的就是 会分享很多大马的那个 就是以一个就是不同文化的人 来来体验的感觉 对我主播间也是 新妈的朋友比较多 真的真的真的 OK 这样子来我们的NoLens 你爱疯了 三十分钟买上几个亿了 放弃了保护自己的口袋 放弃了抵抗爱疯的选择 我不管了 我只管疯能够愈合 选择了你不会是错的疯 选择了包容你的不安分 我尊重我的选择 我想我疯了 好笑也是一种搞笑 这句话我会放大 再断剪掉 再断剪掉 来自首当我们的这个大主播了 OK 因为我是大主播 需要比较大的场地 所以我们等一下只在看我的段子了 好来我们先移一下桌子 我们小黄刚已经成功变装了 所以你准备好你的表演了吗 准备好了 其实我想讲 我当初进Bigo的时候是面试 才艺主播 我是唱聊主播 然后还有朋友教我 每天打粉底 画浓眉 搞到白白净净的 跟我说隔壁王阿姨喜欢这款 然后我就照做了 做了六个月过后我发现 我直播节没有来隔壁的王阿姨 隔壁老王是来了蛮多的 然后我就发现到 原来我的市场是隔壁老王 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些比较 特别的表演 我妈妈发现我做特别的表演 没办法我知道宗旨 然后今天 我本来是不想做特别的表演了 可是我的粉丝讲 这个月是我生日 要是我穿战服的话 他们就刷我50k 可是作为主播 我们不可以这样没有原则的 那不能这样没有底线 可是我们的原则其实就是 没有原则 我的球 我的球不行 我的球hold不住 OK 谢谢 好 看完了远从泰国而来的这个表演 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要玩一个小游戏时间 这个呢也是要就是 考验大家的这个临场感 因为幽默嘛 幽默除了是内容的重要 临场感也很重要 现在呢我们就是两两一组 所以就是由Cellerman跟他一组啦 然后你们两个一组啦 OK 3 2 1 计时开始 动物的名字 马 零俗 来 莫 到你到你到你 新 长 新 肉 OK 下 歌曲的名字 爱 爱 对了对了 到底到底 说 说爱 你 你们可以下一个 随时随时 OK 厨房里有的东西 电 冰 山 电 风 欸 厨房 我在厨房有 电 饭 锅 啊 时间到 所以成绩怎么样 大跳空 九题 恭喜 来看一下我们 这个特别的组合 会不会 这样子不好 我从胎来 不会刮鱼 这样我这样比 你可以每个都加卡 好 现在来第二组了 第二组你们准备好了吗 3 2 1 会对另一半说的话 我 爱 你 你 爱 我 我 跳 至少一个 直接跳 直接跳 OK 直接跳 你要这么紧张 水果的名字 波 你 八 四 三 十 你 他 你 下一个 下一个 职业的名字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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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刚刚那个 对另一半讲的话很容易 你们怎么skip掉 我好想要那个题目 我好多想要讲 好啦 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带来的这个欢乐 我觉得笑得非常开心 是 无论你镜头面前 无论你是大笑 小笑 或者是嘲笑 或者是乱笑 冷笑 我觉得只要你有 就是get到大家的幽默 我觉得都是今天 大家功德圆满 卡 所以最后的最后呢 请大家就是来用自己 特别的方式来宣传一下自己的直播间 让大家去支持一下你们 如果大家非常无聊的话 也可以来这个 我的 Nolence 直播间 因为我是文艺类的主播 行吗 你们觉得别的直播间太吵的话 你可以来我直播间 来做一下 Sawadika 我为人不要含蓄害羞 内向被动不及 带点温柔 腆阳光帅气 你们可以来我的直播间 看一下Bancor小黄牙 然后我的BIGO ID是YELLOWDUCK88 YELLOWDUCK88 你不来我去找你 好厉害 嗨 我是咖啡猫 就是欢迎你们大家进来我的直播间 我通常现在最近就是 除了有笑话唱歌 然后还有做一些 就是现在那个Halloween的Cosplay 然后你们想要看老姐姐的话 也可以欢迎进来 然后我的ID是JESLEY9098 JESLEY9098 JESLEY9098 Hello大家好 我是派派 我在BIGO平台的HAPPYOUCHEN家族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记下我的ID 然后来我的直播间 让我帮你疗愈一下 我的ID是PIEPIE就是爱你9420 好的 谢谢今天大家带来那么多欢乐 如果大家生活有点苦悶的话 记得可以下载BIGO去看 最终各位直播啦 谢谢大家 等一下 不是你也有表演吗 刚才稿有讲德婷要表演脱口秀 谢谢大家 谢谢下集 谢谢 我下一集见 拜拜